大家好,我是导游小梦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洛杉矶有名的内史遗迹 水晶湾国家公园 水晶湾国家公园坐落在纽波特海滩 环绕3.2英里的太平洋海岸线 拥有400英武的悬崖峭壁 1400英武的海洋保护区和水下公园 以及2400英武的峡谷 除了拥有美丽的景色之外 水晶湾州立公园还提供了无限的休闲娱乐场所 水晶湾州立公园拥有丰富的历史 水晶湾历史区是公园的一部分 水晶湾历史区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古迹 拥有46座可追溯至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海滩小屋 这些小屋中有29座已经修复 其中21座可供出租 想要在水中或海滩上度过快乐时光的人中 水晶湾州立公园受到欢迎 海滩受到游泳者和冲浪者的喜爱 游客可以享受加州州立公园救生园所提供的救生服务 这些救生园提供全年巡逻服务 同时从正王将士纪念日周末到劳动节周末之间还设有救生塔 水晶湾州立公园的近海水域 被指定为海洋保护区以及1140英亩的水下公园 这时的该地区在潜水园 堤湖潜水园和浮潜者中很受欢迎 访客还喜欢探索潮溪石和沙至海湾 提供美丽的海滩和水域外 公园还拥有2400英亩的未开发林地 位于沿海公路内陆 这些林地是远足和骑马的特门场所 该公园还共有17条不同的远足境可供探索 所有这些远足境都从三条集中路线中分出 这些步道可用于远足以及其自行车 露营是水晶湾州立公园的另一项受欢迎的活动 在三个指定的背包 露营区分布了34个不同的地段 这些地区包括上墨罗 下墨罗和亲爱的小谷营地 每个地点最多可容纳四个人 并且不允许携带宠物或火种 没有一个站点可以开车前往 因此必须涂布进入 水晶湾州立公园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公园中发现180多种鸟类和大约30种爬行动物 您心动了吗 心动不如行动 在这阳光灿烂的周末 带上小孩和父母 一起到海边走走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更多好东西 有问题的朋友请留下宝贵意见 我们将尽快答复您 谢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